杜海涛路边演出被偶遇,尽照销售颜值下滑,唱功被指向KTV水平。 7月19日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,在北京某广场偶遇到了工作中的杜海涛,他身材高挑,比以前瘦了一大圈,说话也相当温柔。 能够看到,瘦下来的杜海涛整个人精神了很多,大肚懒不见了,面部线条十分流畅,但算不上帅,这样的长相走在人群中,估计都不会看一眼。 杜海涛演唱的歌曲是想把我唱给你听,但两人的唱歌可谓是一言难尽,与KTV水平没什么区别。 看到杜海涛的近况后,不少网友直言,还是习惯看胖了的海涛,瘦下去后,没了以前可爱,反而不好看了。 沈梦辰曾说过,希望杜海涛不要减肥,因为他瘦下来不会再可爱,只剩下丑了,但这样的说辞还是有些夸张。 前几天,有网友在公园就偶遇到了杜海涛,当时他和一位老人正在拍摄视频,杜海涛打扮休闲,剪了短发后,显得干净利落,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。 虽然杜海涛不靠颜值吃饭,但瘦下去的他,颜值确实有所提升,这个无需质疑。